天气冷 有不少民众会买电暖器 但是选购保暖商品可得要注意合格标章了 来看到西美市板桥福德街菜市场 在日前就发生了这么一起意外 当时一位摊商正在介绍电暖热水袋时 这热水袋突然急速膨胀开来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爆炸 大量的热水喷进而出 导致摊商客人就连路过的民众全都被波及了 小保官要提醒大家 业者所贩售的商品要是没有安全标章 消费者是可以向业者来出场 摊商正在摊位前向客人推销 突然 放在摊位上展示的电暖热水袋无预警炸裂 80到100度高温的热水喷溅到客人 还冒出阵阵白烟吓坏所有人 女摊商急着道歉 因为在隔壁摊位挑裤子的女客人 惨遭热水波及头发都被波湿 这起事件发生在新北市板球区福德街菜市场里 白麦电暖热水袋的摊位 抱枕型热水袋疑似温控装置故障 没断电 水从液态变气态 短短几秒钟热水袋提计增加一千倍 瞬间爆炸 左心手波及的客人都无大碍 不过消保官提醒 业者贩售的热水袋如果没有安全标张 民众因此受伤可以消保法民法侵权行为向业者求偿 民众在挑选电器产品的时候 最好先确认已有安全审核 以免花钱又上身 记者王湘张世奎新闻报道 小偷闯空门竟然还跟屋主打招呼 召唤有民众在大年初四外出用餐 那么当时回家时发现怎么铁门是半开的 小孩子先进来 且在看到小孩迎面而来时 还从他们的身边从容经过说你好 被问到是谁还大方地打招呼 然后接着才拔腿狂奔 民众赶紧报案 也说当时其实屋子里头还有其他家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闯空门实在太嚣张 小朋友蹦蹦跳跳进家门 走到一半却愣住停下脚铺 因为前面有个叔叔 他是谁 他是陌生人 小朋友的反应很直接 下到定格 后脚跟着进来的张先生也觉得奇怪 对方态度却很从容 问他是谁居然还回你好 走在最后的是张先生的爸爸 再问一次你是谁 他才拔腿狂奔 监视器拍到他不顾车来车往 直接横跃马路 张先生也追上去 大年初四 张华这家机车行被闯空门 张先生事后调监视器看 小偷先在门外搜寻 看到这户可以进入 潜进去一阵搜刮 而且当时还有其他家人在 光天化日闯空门还会说你好 怎么会有这种贼 过年大人小孩外出聚餐 回家遇到贼 小朋友心里阴影 连厕所都不敢自己去上 警方表示已经锁定嫌犯 但还没抓到人 这家人心就不安 台湾直播主 晚安小鸡跟阿闹 在柬埔站拍摄造假的影片 被当地警方逮捕到判刑 才两到三天的时间 而现在话题还在持续的发酵 因为在网路上就有人踢爆 应该是逃跑后 回到饭店报平安的群组对话 晚安小鸡当时留言说 他有被绑在椅子上面 而且是中国人 还叫他赶快离开 即便事后盛传 这一片根本就是造假时 晚安小鸡还要粉丝们 不要再回应了 让网友看了直呼 都已经到最后一刻了 他还在说谎 而刑事局现在也透露 两个人的行为 在台湾只有违反设違法 回到台湾过了追溯期 不会再被追溯 鞠躬下跪道歉 台湾网红晚安小鸡 跟同伙阿闹 在柬埔寨拍假影片 谎称被殴打 遭当地警方戳破谎言 如今有网友曝光 小鸡内部群组对话 直呼怎么到最后一刻 都在说谎 流出的对话 时间点应该是逃跑后 回到饭店群组内报平安 他写下有被绑在椅子上 有一位中国人跑进来 叫我离开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放我走 我就是一路一直跑 应该是有人找人来救我 之后当外界盛传影片造假时 晚安小鸡还在群组 要粉丝沉住气 不要相信也不要回应 不仅粉丝补萨萨 网友也满脸问号 在底下留言 说演戏演到自己变诈骗集团 这下不止忍了柬埔寨 还牵扯到中国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晚安小鸡还有阿闹 14号落网 两天内最速见判决就出炉 众判两年有期徒刑 还被罚约台币3万元 但刑事局透露 两人的行为在台湾 只是违反设委法 不会被关 过了追诉期 两人服完刑回国后 不会再被我国司法机关追诉 以晚安小鸡的这种行为 如果放眼台湾的话 大概会触节法律 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散播谣言 然后妨碍公众安宁而已 比较有可能会再触犯 就是刑法恐惧公众罪 这个罪重可以判两年有期徒刑 刑事案件要中的几率不是很高 拍假影片彩虹县 柬埔寨以煽动制造社会 动乱罪火速结案 对照台湾刑罚情境 真的大不同 记者马智英 朱宗林台北采访报道 年代旅游争议 也还在持续燃烧 受害的旅客人数 多达数百人 而平保协会在昨天晚间 也公告了理赔方法 团体旅客 可以上平保协会的官网 填写旅约保证 保险理赔申请书 而另外在越南当地 已经付了720元美金的旅客 还有已经付钱 但是还没出发的团客旅客们 也可以先向信用卡 发卡银行 顺列为争议款项 有受害旅客表示说 目前是一边申请 一边尝试要联系 年代旅游的负责人 但是负责人林大军 从15号过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富货岛旅游争 延烧近一周 原本年代旅游负责人 允诺开工后将陆续退款 但开工至今 旅客不但没收到钱 还有钱 驻印度记者也受害 现在甚至连负责人 都找不到 平保协会指出 年代旅游实际名称 每家国际旅行社 依规定投保新台币 一千万元 旅约保证保险保单 因此团体旅客 可上平保协会的官网 填写旅游保证 保险理赔申请书 另外在越南当地 已付720元美金的人 也可以向信用卡 发卡银行申请列为 争议款 如果不能列为争议款 再填写理赔申请书 并减负相关单据 至于已父亲 尚未出团的旅客 也是先向信用卡 发卡银行申请列为 争议款 如果无法列为争议款 再填写旅游保证 保险理赔申请书 非团客受害者 则是填写 平保协会申诉表 并减负相关单据 平保协会也提醒 从2月16号起 受理申诉 30天内要完成申请旅客 务必在期限内完成 记者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